大家好,我是ERROR 近日肺炎搞人心惑惑 究竟它有多嚴重呢? 它在嚴重程度,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都將它的名字改成 嚴重身形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因應這件事,所以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件清潔神器 去幫大家做好這個預防 預防勝於治療 這個神器沒錯,就是漂白水 但漂白水就不可以這樣用 我們要盡量稀釋 稀釋的步驟是怎樣呢? 第一,要保持空氣的流通 所以我們要開槍 開完槍之後,我們就要保護好自己 因為漂白水會刺激黏膜、皮膚和呼吸度 所以大家可以戴上口罩和戴上手套 這些HMU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另外,我們要進行這個稀釋的過程 當中我們有兩個桶 這個就是裝水的桶 大家會看到裡面已經畫了一條線 把水裝到這個線的位置 記得要裝凍水 因為熱水就會影響漂白水的功能 第二,就是用這個涼杯 把漂白水倒入這個杯裡 然後就可以倒進水桶的水裡 這個就是1比99的比例 這是日常家居清潔的比例 記住,漂白水不要抹在金屬、尼龍、纖維、羊毛和染色布料 還有油漆表面上 因為漂白水就會破壞這些質地 事不宜遲,不如我帶大家去看 看看如何稀釋這個漂白水 大家看完這個K式的步驟之後 要提醒各位 如果不小心漂白水入到眼 又或者抹東西的時候觸到 記得用清水清洗最少15分鐘 以及去醫院求醫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健康的資訊 可以看每一層都貼了的poster 也可以去回衛生署的網頁 去看更多資訊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小胃肌肉